这个男人依靠着出众的数学天赋与金融知识 年纪轻轻便攒下一万家财 没有目标的他每天只能吃喝玩乐消磨时间 但这一切即将改变 今早还睡意朦胧的他接到副手的电话才响起 昨晚玩的兴起的他 答应了副手要跟赛博的人谈谈基金的问题 而现在人家已经到公司了 无奈他只能坐飞机前往 很快他就来到位于纽约的核心基金总部 此时副手将收集到的关于赛博集团的资料递给他 但他却将其拍开不屑表示 手地上一项书 然而他只是随意翻了翻 就将其摔在桌上 并表示他们私募窗口已经关闭 赛博集团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这让巴西人宛如五雷轰顶 向总请您再考虑一下 与赛博合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为你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但得来的却是向上忍君不惊的笑声 见此他急忙道 在这个世界权力财富和暴力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据我所知 核心基金在其他领域并没有足够分量的盟友 为何不考虑一下我们 文此向上伸手示意他打住 这里可不是巴西 要说权力与财富二者依存他还可以接受 但是暴力吗 他又不是军火商 哪用得上这玩意 听到这话巴西人知道合作不成了 直接就走 但离去前还是留下了狠话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认为 然而向上却不屑一顾 等人走后副手就跳出来不满道 Boss 你为什么要故意得罪他 文言向上严肃表示 对于垄断哄台要价的企业 他看不上 核心基金现在不缺少资金 以后这种底子不干净的合作方 直接给我刷掉 少来请示我 时间转瞬来到夜晚 副手一人在酒吧喝着闷酒 而早已等候的巴西人上前搭话 摊上那样的Boss很辛苦吧 有没有兴趣自己当老板 与此同时 一对雇佣兵悄悄来到向上的别墅 而刚洗完澡的他听到窗外的沙沙声 还以为是近狐狸了 大声呼喊保镖去看看 却得不到回应 这让他有些奇怪的打开窗户朝外看看情况 而此时他身后正有两人悄悄靠近他 紧接着其中一人猛然向前用一块不捂住他的口 挣扎不开的他视线渐渐模糊 不知过了多久 德克萨斯州一处无名仓库内 头套被摘下的向上就看到坐在对面的巴西人 是你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吗 然而巴西人却表示不是 把他从迈阿密请到这里来的 是赛博的合作伙伴 多多尼莱瓦先生 顺便一提 你用来助兴的小玩意 就是通过他的手 从墨西哥流入美国 文言向上嘲讽到 巴西的医疗集团和墨西哥的大毒 消成了合作伙伴 这世界可真荒唐 所以你们花那么大代价把我绑来 就是为了逼我就犯吗 我不明白 控制我和我的核心基金 对你们赛博有什么好处 见此巴西人在他耳边低语 有一点你搞错了 核心基金早就不是你的东西了 而后就见一人拿着个笔记本给他看 上面赫然是他的副手在接受采访 这让他瞬间呆滞 见状巴西人露出恶魔般的微笑 怎么样 我给核心基金找的心长多人 是不是有点眼熟 当时他答应的这么干脆 我也很意外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所以 现在缺乏暴力做支持的 你还有资格在我面前说不吗 然而他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巴西人见此顿感无趣 让人将他拖下去送到实验室那边去 刚好缺素材 把他交上去顶一下也算废物利用了 他昨天还是亿万身家的花花公子 今天就成了任人宰割的接下球 还被当作实验素材废物利用 好在没有死在手术台上 一日醒来的他沉默地坐在床上 看到医生进来低沉询问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文言医生右手比划着表示 一个小手术 用你能听懂的话说就是 我们取走了你在数学和金融方面的 全部天赋与知识 见相上不幸 便示意他随便想几段金融术语看看 文此向上照做了 但事实却是如医生所说的一样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惊恐询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问题虽然医生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 但还是稍微解释了下 在几年前 我们偶然发现人脑负责管理和储备天赋与 其相关知识的区域 而在你身上做的手术 就是基于这一发现延伸出来的 片刻后 医生来到监控室跟博士海明威报告道 实验题82号已经接受现实了 文此海明威面无表情表示 那明天就换他来进行芯片测试吧 素材81号的精神已达到临界点了 第二天 向上在实验房间 疑惑地看着手里的芯片 见此医生解释起来 这是天赋芯片 这枚芯片上收录了小提琴大师阿卡多的全部记忆 接下来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进行芯片测试 这让向上想到自己的知识应该也被做成芯片了 而医生也明白他在想什么 直到他的使用者你也认识 就是你的副手罗德先生 文言向上恍然大悟 怪不得巴西老有自信掌控他的核心基金 见此医生暗思 该说不愧是华尔街的精英吗 这么出众的情绪调节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之前的实验体到了这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狂躁 难以沟通和歇斯底里 这82号一点都没法 这时向上突然问他 然后呢 这东西怎么用 见医生示意直接插在后颈处的插卡槽里就可以了 而照做的向上此时只感觉一道道电流在身体奔腾 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小提琴 拉动的瞬间宛如阿卡多在世 美妙的音乐让众人情不自禁沉浸其中 而在实验室外看到这一幕的海明威 向助理示意给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发邀请函吧 就说四天后 我有成果要向他们展示 转眼已是四天过去 此时海明威向众多合作伙伴表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 平民和精英的差距在缩小 知识的扩散 让社会底层向上发起冲击的机会变多 虽然渺茫 但是只要条件允许 一个底层家庭是有望在三代以内实现阶层跃迁的 一百万个家庭里就有可能诞生出一位 积深入上流社会与诸位竞争的爆发户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想见到这种情况吧 所以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展示我们的新作品 一个星期前 我们合作方送来了一位非常好的实验素材 他出身平凡 但依靠出众的数学天赋和金融知识 在短时间内赚取了大量财富 但他现在已经没有了金融方面的知识 却有了大师级的油画记忆 而这只要一个小手术和一段记忆上的移植 这个男人刚刚还对油画一窍不通 现在却能随手画出大师级作品 只因为他被强制动了个小手术 而通过这些天来的观察 他发现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寻找拥有独特才艺和知识的精英 然后人为的提取他们脑袋里的相关知识和记忆 而另一部分则是知识的转移 使此前从未涉猎过相关知识和记忆的人 能通过人体改造和芯片加载的方式来继承知识和相关记忆 而他是82号实验体 这说明在他前面至少还有81位实验体 再加上昨天医生交代的 今天会有大人物来检查项目进度 威胁他不要做任何触隔的事情 通过这些情报 他推导出实验室目前实验体极其紧张 这也说明实验体其实是消耗品 是因为加载芯片需要承担某种他不知道的风险 还是说 以前发生过某件事 导致了实验素材的断层吗 而此事观察他的人群中 毕长发男表示 也就是说 你们从晚年的莱菲尔先生那里提取到 他在油画上的全部记忆和知识 做成芯片以后 借给了这个华尔街的香巴佬来使用吗 见海明威点头 投过白金的男人当即就问 只要使用这种芯片 谁都可以做到这样吗 再次得到肯定的回答 穿军装的男人极不可迈到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使用你们的技术后 我方可以批量培育战场老兵 见他回答是的 军装男严肃表示 证明给我看 如果属实 我方会全力支持你们的项目 文言海明威当即露出笑容 如你所愿 片刻后 一个大型格斗场内 欢迎大家观看无限制厮杀秀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华尔街的天之骄子 向上先生 身高183 体重78千克 无实战经验 而向上带着的线圈传来语音 接下来进行杀手芯片的实战测试 请实验体82号做好准备 计划家之后 是杀手吗 这时喇叭再次响起 让我们欢迎替湖湾监狱的重磅选手 刑期289年的杀人狂 屠夫里德 再然后 是曾经的战场达人 天堂拥兵团的团长 战场孤狼英格拉姆 最后 让我们欢迎 出身于克格勃的精英特工 H7Z9 请参赛选手准备好 本场游戏无规则无实现 活到最后的人可以提一个要求 那么现在开始倒计时 3 2 开始 但众人却都没动作 随着几人的交流 特工和屠夫达成协定 决定先干掉有手枪的雇佣兵 再回头解决若基的向上 而对于同时冲上来的两人 雇佣兵打算先干掉体型庞大的屠夫 而特工则趁机来到他身前 近身缠斗将他锁住 正当特工以为胜利属于他时 身中竖枪的屠夫突然跃起到他们面前 挥舞电锯就要将他们撕碎 然而他却也瞬间被人刺穿脖子 毫无格斗经验的菜鸟 却能顺杀世界文明的战场佣兵 而这只需要一枚小小的芯片 这让观看厮杀游戏的观众大惊失色 见此负责研发芯片的海明威表示 他们为实验体提供的是世界顶级杀手 约翰克里斯的记忆芯片 这不恰好证明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人 在得到芯片后的钱能有多大吗 回到会议室后 见众人在洽谈美好未来 这让长发难无语 这帮白痴 根本就没意识到这种技术的扩散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绝不能让这种技术扩散 与此同时 毕生询问赢下游戏的向上想提什么要求 当然 放他自由这种不切实际的就别想了 文言向上提出以后要去他们的员工食堂吃饭 这是他早已想好的 而得到食堂准入许可的第五天 向上弄清楚了他最想知道的三件事 第一件 这个实验室坐落在太平洋中心的一座孤岛上 第二件 被淘汰的实验体被统一关在基地某处 接受某种治疗 而导致实验体频繁更换的原因 他还没有找到 第三件 赛博集团是实验室的幕后金主 但金主不止一家 弄清楚这三件事的向上 意识到他的处境已不容乐观 无法逃离的太平洋孤岛 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未知隐患 还有实验体的更换 无不催促着他 要尽快破局 就这样 绞尽脑汁寻找办法的向上 迎来了他在实验室的第十三个午后 想不到办法的 他只能寄希望于那场厮杀游戏的观众 观看游戏的金主们肯定已充分地感受到 芯片的潜力 以及这项技术扩散后引发的风险 所以 意识到这项技术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的聪明人 必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他的扩散 此时看着窗外的向上 想着那个聪明人应该有所行动了吧 与此同时 一架直升机正飞往孤岛 上面乘坐的赫然是一对雇佣兵 正当向上吃完饭想回去午休时 实验室就遭到袭击 看着安保人员都往出示地点赶去 向上露出坏笑 机会来了 而看到实验室大部分都遭受攻击 海宁威知道守不住了 命令删除文件撤退 此时的芯片存放室 工作人员正收集一集芯片想打包带走 却被一个声音打断 而来人赫然是向上 片刻后 只剩一个工作人员还活着 因为他有一个小女儿 这能让向上威胁利用 不失所望他妥协了 而向上也从他口中得知长期使用芯片的隐患 会造成人格认知障碍 在他之前的实验体 就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人格错乱 才被关押到地下 而目前没有根除隐患的方法 只能严格控制芯片的使用时间和次数 来延缓病情的家众 思索片刻后 向上便让他带路前往实验体的关押地 很快来到前往地下监狱的电梯前 却见有两个雇佣兵在看守 哄志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 丧心病狂让人研究人脑记忆与知识的转移 只要底层人民有天才涌出 便可将其天赋剥夺化为己用 好在有聪明人认识到这技术扩散的危害 让雇佣兵来摧毁基地 这也让向上有机可乘 挟持一名研究人员 让其带路去关押实验体的监狱 他要放出他们制造混乱好逃离这里 此时来到去地下监狱的电梯前 发现有两佣兵看守 便假装是来投降的 等佣兵放松警惕时 向上突然出手夺起手枪 接着一个锡撞将一人击毙 再一枪将另一人射杀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而后便乘坐电梯往下走 这时凯文不由询问向上 他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他明明没有装在杀手芯片 对此向上只表示天赋异比 很快他们来到监狱 看着被关押的实验体 向上大声喊道 亲爱的朋友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们自由了 然而得来的却是众人的沉默一对 不明所以的他当即问凯文 这些实验体除了人格认知障碍外 确定没有别的后遗症吗 但还没等凯文回答 就有一实验体嘲笑道 在场的绝大部分人 都有独立逃出这里的能力 但我们没离开 只是想等研究出 根治芯片副作用的方法 所以你想拉着我们 陪你一起越狱的计划 根本就行不通 看着癫狂嘲笑自己的男人 向上直接给了他一颗子弹 而对于其他实验体的质问 只给了两个字 守华紧接着表示 很遗憾 你们的愿望要落空了 就在刚刚 有一批雇佣兵突袭基地 他们现在正押送团队 转移相关资料 很快 他们就会发现这里 到那时 你们觉得他们会选择 怎么处理你们 我无意成为诸位领袖 但我需要一些同伴 一些和我抱有相同目的 志在复仇的同伴 闻言他身后关着的粉毛女 便问他的仇家是谁 接着听闻是赛博后 露出邪恶的笑容 好巧 我的仇家也是赛博 但是仅凭咱们这点人手 要扳倒赛博这棵大树 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对此向上表示 势在人为 他打算先去香港建立具体 筹其条件后 在考虑对他们复仇的事 闻此粉毛女开心的举手事宜 这样的话 我加入 这时一男人突然出声道 举办方的力量遍布全球 就算你侥幸扳倒赛博 之后等待你的 也是来自其他举办方的联合围剿 很显然 这条路的前方只有失败和死亡 闻言向上只是不懈地看着他 你怕了吗 这让男人怒火中烧 而后微笑道 你的激将法不错 留个联系方式 等我回加拿大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后 我会主动联系你 片刻后 有佣兵找到这座监狱 得到必要时可以开枪的命令后 他们便检查起这监狱来 突然粉毛女出声吸引注意力 而躲在他对面的巷上 趁机射杀他们 而后大喊道 听好了 各位 我会在香港停留一年 在此期间 想要加入我们的 来者不拒 而此时有人通过监控发现他们 下令其他人放下手上工作 全部赶往镇压 这座监狱的人都是自愿被关在这里的 但现在他们却有了出去的理由 只见一大叔拿出一根铁丝 咔嚓两下就将锁头打开 而后走到全身被捆绑住的红毛男面前 表示要不要一起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能帮他躲过之后的追杀 文言红毛男同意了 很快他们乘坐电梯到一楼 但入目的却是一对拥兵拿枪指着他们 对此大叔并不在意 像红毛男示意一人一半 电光火时间就将雇佣兵都解决了 随后红毛男示意大叔跟他走 他知道海明威在这岛上藏了一艘船 与此同时 监狱里的其他人也纷纷行动 其中的长发大叔轻松将铁栏掰开 而一个胖子更是一掌 就将铁门拍飞出去 而不管其他人如何 主角向上已经来到海边 干掉留守快艇的佣兵 他们将用这小船去攻占海里的大船 当然不是硬钢 只见他们换上佣兵的衣服蒙混上船 很快就将气控制住了 看着矮胖的船长表示要么去香港 要么死 两个小时后 赛博代表道森召开金主大会 面色凝重到 就在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有人占领了我们在太平洋的研发基地 而关押在基地地下四层的不可接触者们 已无一人在压 全员越狱 现在我们得考虑怎么面对那些老朋友们的怒火 对此日本集成会当家 集成责任一脸不屑 没什么好担忧的 不过就是一群手下败将 而蓝血贵族美帝奇当代掌舵人 玛丽德美帝奇也表示 查清是谁泄密才是当务之急 见此道森鞠躬示意之道 不知过了多久 向上三人已来到香港 而对于哈利询问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向上露出坏效 打算先找热心市民借点钱 片刻后 一小巷里 向上成功拿到第一桶金 然后打算前往跳骚市场捡漏 你要问他为什么那么自信 那当然是他带走了实验室里所有的一级芯片 其中就有健保芯片 来到市场后他们打算分头行动 向上单独一组 接下来就是耳熟能详的套路 买一送二 送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而后打算去和哈利会合时 发现自己被人盯上了 暂时不想惹事的向上 献宝般拿出的不倒翁 向上按住他的脸像凯文询问收获如何 见他回答没收获后 向上掏出木盒表示他倒是捡了个大欧 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来到香港的第一时间 就找社会大哥借了第一桶金 转身去跳造市场捡了个大欧 估值八百到一千个W之间的打无盒 异种用来装小佛像 经文筹片 设立 活佛的头发和随身物品佛合 东亚这边的上层圈子 坚信这东西可以用来护身 减少业障 所以求购的人很多 而坐在他们旁边尾随他们一路的人文词 霍金他们表示 我们家圣子白天托你照顾了 现在把盒子女人交出来 我保证不往死里打 听到这话的哈利夸张道 达利 你可要保护人家呀 人家才不要被他们抓去 这样那样那样这样 没理会作妖的哈利 向上瞥眼看着他们不屑地笑了笑 就凭你们 这让来人暴怒 拿起酒瓶就往向上头上砸去 同时还有个小弟冲出饭店报信 店外等候的众人纷纷亮出西瓜道 紧接着走进店内 却见留在店内的几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而看到他们的向上 笑眯眯表示 晚上好 片刻后 正在泡澡的山猪堂堂主山猪接到电话 而后怒吼 你特么逗我呢 十几号人 连一个外地佬都砍不过 但他却不知道电话的另一头是向上 只见向上小声道 不止啊 老大 人家还说 就这么几个人 连热身都算不上了 哭接仔 闻此之道被耍的山猪一把将手机捏碎 这时他身后一人走来 山哥 怎么了 而来人正是山猪堂的精算师阿渡 山猪的德力干将 见到来人山猪暴怒道 有个不知死活的外地佬在挑我的场子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不择手段给我干掉他 德力的阿渡转身离开 手中还编辑一条群发短信 有大单 感兴趣的call我 而接到短信的都是有名号的杀手 夜晚 很快接到短信的人齐聚一堂 随即阿渡让人分发资料 片刻后拿着向上的照片表示 这个人50个W 其他两个赠体 每人20个W 委托期限 三天 毕日 向上安排哈利二人去出授稿乌合 他则单独行动 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 此时走在路上的向上知道 有人在拿着狙击枪瞄准他 正当狙击手小庄想开枪时 人群中就有一人向天开了一枪 看着他们如此嚣张 不爽的向上表示这里不适合开战 会被条子带到 换个地方 文言杀手战车也同意 而看着他们换地的小庄 也跟上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大萌 战车表示你惹怒了山竹堂的老大 现在他正满世界的找人来杀你 见此向上不由露出微笑 你这么简单的把部主底细透露给我 真没问题吗 但战车却很自信 说给死人听 胡算为规 两人战斗一触即发 这个杀手有多奇葩 面对目标从来都是正面硬钢 还干过背着炸药包冲进警署杀人的蠢事 现在面对和自己半斤八两的向上 更是提出要跟他联合干掉自己的经纪人 为此他可以放弃追杀向上 因为干他们这一行的 一旦选定经纪人 那就要终身履行合约 就算对方在混蛋 也没得换 除非他隔屁了 而且对经纪人出手的杀手 会上行业的通缉榜单 正常情况下 没同行肯接这种单子 所以他只能找圈外的人帮忙 闻此向上沉默暗思 而此时在观察他们的小装面录一火 因为向上的技术和身体能力不匹配 搏杀能力出众的人 其身体不说千锤百炼 但至少也应该得到适度的开发 但向上只能说身体素质比常人略强 与此同时 卖了嘎乌合的哈利二人 被杀手钥匙盯上了 只见哈利二人直接去电影院看电影 而坐在他后面的钥匙直接动手 却被哈利一把抓住拿针筒的左手 此时哈利转头看向他 抓到你了哟 等电影散场时 打扫卫生的阿姨发现还在一动不动的钥匙 上去拍了他一下 就见他直挺挺的倒下了 瞬间尖叫起来 同时阿渡向山珠汇报 单子有六个应手接了 分别是刘发财手下的战车 女王丰那边的黑寡妇 23号小庄 老头下面的韩国人 黑诊所的钥匙 还有纵火饭 闻有战车这个莽夫 山珠当即表示不满 如果他又把事情闹大 他怎么跟阿瑟解释 见此阿渡推了推眼镜坏笑道 把中一堂的黑料打包 送过去供过箱底就行了 同一时间 向上出声答应了战车的要求 闻言 战车表示今晚十点 时番街扣扣奶茶会合 而后转身离开 见此的小庄拿出手机 联系他的经纪人 战车主动放弃了这笔单 他好像和目标达成了某种共识 闻言经纪人立马秒懂 看来刘发财为以 挂断电话的他转身 就给刘发财打电话 表示我是23 有人要杀你 下单的是圈内人 不过动手的不是 欠你的人情已经还了 而后不理会咆哮的刘发财 直接挂断电话 要变天了 而此时的刘发财 将餐桌砸了个稀碎 接着拨通手机 我要派单 请全香港最顶尖的杀手保护我 现在就要 片刻后 工作人员盖下公章 只见上面的赏金 高达200个W一天 与此同时 向上已搭载前科的芯片 去寻找服务商的地址 很快他来到一处酒吧 对出暗号后 提出需要三个人的 假身份证和护照 文此酒保将一个手机 推给向上 表示三天内将钱和照片 按照短信提示 放在指定信箱 一周后再来取件 这枚芯片储存了 他人一生的感悟与知识 只要使用就能秒变专家教授 但那世活着的是你还是他 而在82位芯片实验体中 向上是少数对芯片副作用 持相反看法的人 因为在他第一次使用 芯片拉响小提琴的瞬间 如清泉班 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阿卡多 与小提琴朝夕相处的人生经历 涌入了向上的脑海 那一刻 向上意识到 芯片的价值不在于 他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多少知识 而在于使用者能够从中挖掘出 多少芯片原主人的经历和感受 就这样 四天后 向上迎来了他成为阶下球后的 第一场生死考验 与三名身经百战的杀人机器一起 进行一场最终 只有一人能活下来的 无限制四杀修 此时他仔细感悟杀手芯片 与上次一样 大量的记忆碎片和情绪涌入脑海 不过这一次 与向上产生交汇的是一个 名叫约翰克里斯的男人 与上一次不同 这一次 向上的心中满意的 只有无尽的孤独与悲伤 因此在第一次杀人时 他感到的只有麻木 而在看过那个可怜男人的一生以后 向上找到了以常人之躯 驾驭他一生所学的方法 一个让身体素质一般的成年人 在三秒内 爆发出数倍雨挤的速度 和力量的小窍门 缩地与寸境 这不是向上从芯片原主人 那里学到的第一个窍门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和其他已经越狱且发誓 不再碰芯片的其他实验体们不同 向上乐在其中 且沉迷于这种 与他人渐渐融为一体的这个过程 他们是一体的 他还在不断变强 他们还在不断变强 夜晚向上回到酒店 跟哈利要杀手芯片 他今晚要去干假 文言哈利劝他最好等两天再换 他芯片用得太平凡了 然而向上却一脸无所谓 见此哈利瞟了他一眼 算了 你找死我也不拦着 接住芯片的向上 到了声谢谢后就离开了 而凯文看着离开的向上 不由朝哈利表示 向上他 好像在纵容衍生 芯片人格的成长 闻此哈利随意回了局 脑子有问题呗 片刻后 十番街的coco奶茶店 向上跟战车会合了 见此 战车让他跟上 接着开车载着他 往目的地行去 而后说道 我刚得到消息 我经纪人从别人那里 得知有人要杀他 他花高价从行业那里 请了几个高手绑他 文言向上瞥了他一眼 你怀疑是我谢的命 然而战车表示不是 我只是想问 你怕不怕 得到无所谓的答案后 战车开心大笑 你这外地老 还真对我口味 二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目的地 而在山腰别墅的刘发财 此时正坐立不安 朝坐在沙发上 欧洲排名第七的杀手 加百利是以 要不要再加上一对安保 但加百利却表示不需要 废物太多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你说是吧 亚洲区的N4X 推爆头的男人 却还能站起来反杀对手 然后伸手捏住 镶嵌在幼鹅骨壳上的子弹 用力将其拔出 至于他为什么 没被子弹贯穿脑袋 是因为在那一瞬间 他以极快速度将头往后仰 在子弹镶嵌进头盖骨的那一瞬间 将力道通过全身动作卸取 这是杀手约翰克里斯的技术 其名为肖利 就结果而言 可谓是绝佳的选择 但这也加速了杀手芯片 对向上的侵蚀 干掉了亚洲杀手N4X 向上就去找刘发财了 而此时的刘发财 正在大发雷霓 他高价请回来的杀手 竟不听指挥 将他独自留在房间 然而此时他却不知道 他已被狙击枪秒组 而得到经纪人23的命令后 小庄毫不留情地开枪了 只见刘发财瞬间被贯穿了脑袋 此时向上也已准备到达房间 很快 走到门前的向上一脸坏笑 有没有人在啊 但推门而入 却见刘发财已倒在血泊中 没了目标的向上走下楼去寻找战车 刚好就见他还在与加百列战斗 便大喊住手 你们没有再继续战斗下去的必要 刘发财已死 但不是死在我手 而加百列则明重地看着向上 因为从他身上的弹痕和血迹发现 X那个家伙 大概是被干掉了 想到这里他变到 罢了 这次算你们赢好了 与此同时 杀手韩国人找到向上他们住的房间 拿出顺手溜来的钥匙打开房门 但他却不知哈利早已躲在门后 只见他走到一张床边就吐吐 正当他以为得手之际 房灯突然打开 瞬间的明亮让他不由自主闭上眼睛 而哈利则趁机朝他冲去 片刻后 看着被捆绑的韩国人 凯文表示这是第二个了吧 文言哈利也是一脸不爽 向上惹出来的麻烦竟要他来处理 但瞬间想到一个主因 拿起手机便拍起照来 而另一边刚完事的向上手机铃声就响了 却见是哈利给他发来的消息 打开就见到他与韩国人快乐的合影 这让他怒火中烧 但还是赶紧驱车往回赶 此时战车疑惑询问他流发财是怎么回事 文此向上表示不清楚 他找到时就死了 有人趁我们入侵别墅吸引守卫的空白 出手做掉了他 怎么样 有头绪知道是谁做的吗 他们回到酒店 而战车见到被捆绑的韩国人一惊 这不是老头那边的杀手吗 竟然被你们带到了 这个韩国人在圈内还挺有名的 是个高手 他该不会也接了你们的单子吧 这让向上沉思 看来要早点把源头插掉 紧接着几人便盯着韩国人 满满的恶意让他浑身颤抖 几分钟后 哈利还在暴揍韩国人 压得竟然敢装婚 而向上则询问战车 能找出雇主吗 文此战车暗思片刻 接着表示他大概猜到是谁下的单子 有三千小弟的黑道大哥 却被人打倒在大本营 而带路的还是他最信任的手下 当然 他手下也是被逼迫的 因为在半个小时前 手下正想开车去上班 但车内却多了两标型大汉 只见向上破镜塔 早上好啊 阿渡先生 经过一番友好交流 阿渡取消了暗杀向上三人的订单 但这只是开始 接着就有了山猪败倒在他们三人面前的场景 此时战车掏出手枪 毫不犹豫地送山猪下地狱 这时向上也拿着手机拍摄 还和阿渡合了个影 并表示以后你就是山猪堂的老大 然而阿渡到处黑道规矩 白纸善 也就是财务总管是没资格成为堂主 闻言向上指道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对吧 见阿渡点头后 便带着战车离开 而阿渡则看着死透了的山猪 要变天了 接着就叫清洁公安收尸 处理完毕后便掏出手机打电话 通知下去 今晚八点 我在十番街审计酒楼 请堂内所有元老喝茶 此时一个面馆内 战车疑惑表示 我有点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来针对山猪堂 以你的身手 在不惊动他人的前提下 做掉山猪根本没有难度 你在想什么 或者说 你来乡党的目的是什么 文此向上正色道 有一个让我狠狠摔了一跤的人 这么对我说 财富 权力和暴力 这三者缺一不可 没有暴力和权力作为支撑的财富 就是无根之木 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复制一举 相比于权力 财富和暴力更便于同龄积累 香港是一个很好开具地理 你觉得呢 而且我也想用山竹堂来测试一下 香港本地的暴力 是否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如果超出了这个上限 我就只能转战新加坡了 文言战车哈哈大笑 有意思 那是不是待在你身边 我以后都不缺单子了 同一时间 哈利按短信要求寻找信项 而后将钱和三人的照片放入其中 这一切都被小庄看到并汇报给了23 此时的23看着一个新闻 上面赫然是向上的死亡信息 与此同时 山腰流发财的别墅 拆老正检查他的尸体 此时负责人是弯仔警署 Mr.陈 这是一个小弟来报 一楼发现X的尸体 文言他立马前去查看 见是背部重大 便让人去查一下 身体里的子弹是从哪个渠道流出的 同时回到酒店的哈利 开心地和向上打招呼 却直接被无视了 只见三人在玩牌 但全都是向上在营 这让战车怀疑他是不是在出钱 见此向上麻了 因为他现在正是使用芯片赌徒的状态 你知道小弟想要当大哥要怎么做吗 首先你要把大哥干掉 然后说服帮那元老 但肯定会有元老不服 这时候就要杀鸡锦猴了 而阿渡早有目标人选 那就是也想当堂主的李明 便让向上帮忙解决掉 这也是此时向上约战车出来的目的 看着李懿的照片 战车表示之前也接过杀他的单子 不过后面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 李懿手下成群结队来到阿渡所在的大楼 领队的是李懿的干儿子 尖头号打手李明生 而这都被早已躲在车上的凯文看到 向哈利汇报有几十个打手上去 而听到有几十个 阿渡瞬间冷汗直流 见此哈利安慰道 瞧你紧张的 几十个烂子而已 他一个人就能搞定 接着吩咐韩国人留下来 他要去清理垃圾了 片刻后 他拿着一个毒气瓶站在电梯门口 电梯打开的瞬间 就往里面猛蹬 很快电梯里的混混都倒闭不起 接着就坐电梯往下走 而李明生见电梯下来 通过对讲机吩咐六楼的兄弟进电梯 十楼以上的 爬楼梯去阿渡家 然而六楼的人也不过是耽误两分钟 电梯就继续往下走 见此李明生继续吩咐 六楼有情况 四五楼按电梯 七八楼下去支援 但他却不知哈利已离开电梯 此时哈利正跟韩国人通话 表示沿着电梯上来的烂仔都已经解决了 但还有一部分人正沿着楼梯上去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刚挂断电话 哈利就与来支援的烂仔碰面 片刻后 见到哈利的李明生就问 谁在帮阿渡生这个场子 告诉我 我就放你走 却见他笑呵呵表示 你猜 文言李明生对着他的小腹就是一拳 这让他瞬间跪倒在地 而这也是他想要的 只见他用嘴咬开绳子 接着猛然跃向李明生 煞时间就将他捆绑住了 与此同时 郑和战车去找李懿的向上就听他说 李明生非常强 香港黑道界 能打过他的人不超过五个 李懿那条老狗能活到现在还没被人干过 就是因为这个李明生 而此时被捆绑的李明生怒了 看来 你是不肯老实交代了 然后双臂用力挣脱束缚 吩咐手下砍死他 接着不理会被群殴的哈利 转身朝电梯走去 此时双拳难抵几十手的哈利胳膊就被砍了一刀 不由怒喝 算了 你们惹活我了 而这时的李明生已来到十三了 走出电梯就见横七竖八躺着的小臂 还有站着的韩国人 见此他指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让开 我可以当做没看到你 魂此韩国人摆出架势没有丝毫退理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不战而逃 那我就死定了 这让李明生挽起袖口 有意思 我想你一定是脑子进水 竟然觉得我比较豪辱 是什么让娇美可爱的女孩 变成杀戮的天使 只见被几十人围攻的她 像切菜一样 很快就将他们全部砍绑 接着转过帅气的脸庞 让凯文记得叫救护车 而后往电梯走去 不消片刻就来到了十三楼 看着按住韩国人摩擦的李明生 表示又见面了 问题很多的先生 转瞬间两人便站在了一起 只见李明生顶着锋利的刀刃 给了哈利一记凶猛的袭击 瞬间将她击飞十米远 然而哈利调整了身形安全着陆 紧接着又冲向她 口中还恶狠狠到杀了你 荣耀归于苏维埃 资本主义的走狗 见此李明生也摆好架势 必招绝生死 两人瞬间交错而过 其结果显然是哈利赢了 看着浑身散发疯狂气息的她 韩国人不由冷汗直流 却见哈利突然开心的 朝韩国人扁了个剪刀手 翠花刚才是不是超酷的说 这让她感叹是错觉吗 哈利刚才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就好像 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 疯狂的德克格勃特工 然后还是重新表示很酷 与此同时 向上二人来到了南昌公园 因为每周三的上午 李懿都会来这个公园 短暂停留几个小时 这几年来从未改变 很快向上便找到了她 真的她同意后就坐了下来 此时李懿道 看到你 我就想起很多年前 从对岸游过来的那帮人 如果把社团成员看作是狼 那他们就是非洲猎狗 贪婪 残暴 不知恐惧为何物 对猎狗而言 草原秩序一文不值 狮王的咆哮不足为惧 他们在乎的 只是能不能吃到眼前的肉 仅此而已 如果你想要山竹堂 那么就先活下去吧 接着站起身来拍了拍手 周围洋装在散步的路人 纷纷围了上来 而后倒 坐了她 同时 站车这边也有个女人找上来 这让她赫然 原来你们一直在为李懿工作 文言杀手团队群演的首领高女士表示 兼职而已 你是接了李懿的单骂 却听站车道是陪朋友过来的 她现在应该见到李懿了 这让高女士略微不爽 你确定 那边我可是安排了不下20人 你朋友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站车打断了 只有20人的话 可能不太够 我那个朋友 超强的 而这时向上也将他们干掉 只是她也累得气喘吁吁 顾佑暗谈 等这事过后 要找个健身房好好练练才行 而后就见站车二人朝她走 不由问她是 听到站车的介绍后 两人就握起手来 此时站车解释道 MS高对你的野望很感兴趣 在你和李懿的冲突里 她和群演会保持中立 接着听到李懿逃跑后便表示 那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估计会归缩在安全屋里不出来 文此向上让她放心 李懿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因为逃跑的李懿上了 他们安排的出租车 开车的是小庄 这时的阿渡也收到得手为的消息 而发消息的赫然是23 此时的她看着墙上复杂的关系图 而位于中心的就是向上的照片 蠢萌蠢萌的可爱少女 背地里却是个没有感情的砍人机器 而现在就包扎个伤口都叫渣渣 还和向上互撕起来 这时阿渡表示 老板 现在全部元老都支持咱们了 山竹堂堂主之位已是囊中之物 这让向上露出笑容 很好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压付堂内反对的声音 等下你回去 先将山竹堂的主营业务整理一份给我 这样 最低限度的暴力就算入手了 还差财富与权力 等着我吧 赛博 罗德 等我凑齐了足以掀翻你们的力量 我就回曼哈顿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转眼已是三天后 此时向上正看着山竹堂的主营业务 除了治安管理费以外 就是放贷和厂子的流水 而后和阿渡通话 让她将堂内的流水全部转过来 并表示最多借一个月 这时哈利也兴冲冲表示护照和身份证明搞定了 文言她便让其去港股开个户头 接着不理会发怒的哈利 接通电话知道钱已到位 便说今晚召集大家几何 有一个发财大忌 夜晚 众人齐聚一堂 向上便让他们先看看资料 而看着资料的阿渡惊讶道 你要炒谷 文此向上露出坏效 准确地说 是恶意做空三全牛奶 作为衣食住行李最重要的一环 食品是最容易引发全民关注的板块 对于食品公司来说 最不可忍受的是安全隐患 很多时候 毁掉一个食品公司的 往往不是同行们的竞争 而是一个足够轰动 长达数年的丑闻 当某产品被爆含有一级致安物 导致很多人食物中毒入院 便会引起全民热语 股价暴跌 当市场不再理性的时候 恐慌会使得羊群效应 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值 机构 散户 每一位市场的参与者 在这大事下都难以独善其身 哪怕 这个新闻其实是假的 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只要半个工作日 我们就能让全港人民知道 三全牛奶出问题 导致很多人中毒入院的事实 到了那时 三全牛奶的股价 就会像飓风中摇摆的威楼 轰然倒塌 接下来就是全员发力 战车找人买牛奶做假 韩国人找报社 阿渡找电视台 随着向上的一声令下 三全牛奶食物中毒事件 全港皆知 全民热议 三全牛奶股价应声而跌 这时哈利一货询问向上 你的专业知识 不是已经做成芯片给别人用了吗 为什么还懂这些 文词向上表示也没有很懂了 我只是比你们更了解股票的本质吧 大部分的散户 投资股票时追求的 并不是资产上的稳健升值 而是赌博 一夜暴富 在投机心里占主导的二级市场 股民们往往会因为一些 股风捉影的小道消息 而大局买进或抛售某只股票 把我做空三全牛奶的方法 用在其他股票 其实也一样能成立 这个男人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 从无到有轻松赚取了十个小目标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恶意做空股票得来的 让人作假散播舆论引起恐慌 导致股票暴跌 在高卖低买一通操作 赚钱so easy 这让队友直呼厉害 早知道当庄家这么来钱 上学那会就应该认真读书 还干个什么杀手啊 但看着这些钱 向上只到应该能换一张门票了 而后让凯文帮忙预约一下心理医生 他这几天脑子里 总有人在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要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他们之前说的 芯片的副作用 两个小时后 在锻炼的向上就接到凯文的电话 听闻有个心理医生周四有时间 便到没问题 你和他确定下时间 而刚挂断电话的他 脑海就有个声音响起 为什么要找心理医生 我无异于你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你大可不必 见此向上表示 我只是想确定 你是我的真实存在的衍生人格 还是我的幻想 仅此而已 而另一边的心理医生 再次接到凯文的电话 约好时间后 就打算处理眼前的男人 这让跪倒在地的男人直哆嗦 我真的没钱了 肾脏 十一个W 肝脏 十五个W 肾脏 二十六个W 头皮 六百零七美刀 头盖骨和牙齿 B1200美刀 B平方英寸皮肤 十美刀 你的身体那么值钱 为什么要说没有钱呢 然后吩咐手下将他送去黑市 片刻后 B手下来报 表示全港最大的社团青鹰会要求他们 停止在西贡区的发行日贷款业务 现在道上的其他帮派 对此也颇有微词 都说他们在破坏规矩 犯了重梦 文此医生不屑表示 想吃肉 但又牺牲 看到别人做到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 便勃然大怒 痛骂同类做事太出条 坏了规矩 这种人我一般称呼他们为 废物 同一时间 香港四大社团领导会面 为首的是青鹰会的化石人山老 而后有郑气盟的化石人郑坤 码头门的化石人马头威 两江帮的化石人阿旺 只见山老表示 这些天想必大家对过江龙有所耳闻了 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 红龙会和山竹堂 已处于他们的支配下 山竹堂还好 最近没什么动静 但红龙会的发新日贷款 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命 但这些都是小问题 这次找你们来 是因为 明古屋的集成会干掉了神户的藤漆底 东京的高桥会 成为了日本唯一的黑道组织 集成则人野心勃勃 等他统筹完毕后 肯定会开启新一轮版 边境战争 我有预感 这一次 我们未必能顶得住卷土重来的集成会 他表面是个温暖人心的心理医生 背地里却是无恶不作的黑道头头 对于还不上高利贷的人 更是残忍至极 将其卖去黑市解剖小物件抵战 此时他正在给向上就诊 你说你听到一个自称是杀手的成年男性的声音 还能与其对话 那你能看到他吗 闻此向上坐直看着医生 你觉得他是我意想出来的吗 见状医生是以他稍安勿躁 究竟是多重人格障碍还是单纯的意想 需要更多的有效信息 才好下判断 你的状况很复杂 多重人格障碍大多为有过童年创伤的人 为了应对复杂的现实环境 而衍生出来的环境适应能力 亚人格作为辅助 帮助人格应对他不想面对的特定环境和场合 需要竞争时 就派积极乐观的人格去参与竞争 需要解决问题时 就让冷静客观的人格来 虽然每个多重人格障碍者的经历都不一样 但他们的临床表现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 在你的身上 我看不到这种特质 片刻后 走在街上的向上就听到杀手说 那个心理医生有问题 和你交谈的时候 他不止一次地诱导你说出更多有关于我的细节 他对我们的兴趣明显超出了工作的范畴 但向上却不甚在意 或许是职业习惯 而此时的医生则通知手下 针对四大社团的行动可以开始 与此同时 阿渡就听到手下道 山竹堂放贷业务下滑是因为红龙会 道上很多社团的生意都被他们抢了 而且他们搞的那个发新日贷款很有问题 表面上看是针对工兴族推出的短期贷款 但实际上就是高利贷 我们的生意几乎不涉及到普通市民 他们不一样 中招的全是工兴阶层 文言阿渡眉头紧促 这么高 就不怕被阿瑟盯上了 却听他说阿瑟们最近可没功夫管这个 而此时 警署召开大会 只听警务处副处长雷侯表示 刚刚发现一个集配型 器官摘取和走私运输一条龙的地下产业 现在 全港的新闻媒体都在盯着我们 上面严令半个月内要给外界一个答复 你们是个区署长麾下的得力干将 有没有信心做到 时间转瞬已是两小时后 这时战车给向上打电话 说刚得到消息 红龙会用人肉炸弹把码头帮的总部炸了 码头帮化世人生死未卜 轻英会山老震怒 在地下世界挂了八百万的悬赏 指明要红龙会当家的脑袋 现在亚洲区的杀手基本都往相挡赶 所有有能力向顶层发起冲击的杀手 都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问向上要不要联手 这时克里斯让他答应下来 因为顶级杀手对应的附加资源 对于复仇计划有帮助 文言向上答应了 而此时 两江帮和郑气蒙化世人都来医院看望马头威 但他们却不知道 B院停车场一辆车内 有一个浑身饱满炸药的人 这个心理医生人投掷1200万 因为他被地理催眠病人 让其去当人肉炸弹 将香港几大社团化世人炸死 这时他手下来报 说会里不少人被今天的事情吓到 他们都想着撇清关系 对此一生不屑一顾 因为社团也就那么回事 以众七寡 以强凌弱 见前眼开 见力忘义 遇到比自己狠的 怕遇到比自己疯的 怕遇到比自己拳头硬的 还是怕归根结底 不过是一帮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野党 这种人的去留 不值得在意 而后掏出向上的照片 让手下去查他在香港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 与此同时 战车在疯狂催促向上赶紧行动 怕被人截足先登抢走这1200万的单子 见此向上让他冷静点 调查清楚在行动 这时手机就响了 原来是阿杜查到了红龙会的一些事 在这个月5号 红龙会上任会主突然召开当内会议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画世人的位置让给了现任会主以后 主动投案自首了 最离奇的是 红龙会上上下下百多号人竟然都认同了 而在一旁听到这话的哈利表示 是完全催眠 一种全世界只有几十人掌握的技术 据说 掌握了这门技术的人 可以通过对话和眼神 将指令植入到目标的潜意识力 实验室项目就曾收录了一枚该类型的芯片 他的代号是心理医生 08号实验体曾经当过他的测试员 但后来被海明威博士销毁了 理由是过于危险 而另一边的医生也接到手下电话 查清了向上和山竹堂走得很近 这时有一杀手突然出现在窗外 而杀手的经纪人通过摄像头发现了医生 嗅到是他 行动吧 然而此时医生也发现了杀手 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滚 然后拨通情报商的电话 表示有红龙会当家的情报 紧接着与情报商有关联的杀手经纪人 都收到了短信 红龙会当家情报40万 预购从速 很快向上他们手里就出现了那个视频 而看到红龙会的当家 竟是前几天给他看病的心理医生 向上瞬间麻了 这时哈利飞复到他身上 你们在看什么 让我看看 片刻后 看过视频的哈利表示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完全催眠 毕生跟杀手对视的这段时间 将自杀指令植入到了他一手 结果你们也看到 然而最麻烦的是 医生完成催眠的时间太短了 这意味着 只要你们出现两秒以上的眼神交汇 就会有被植入指令的风险 如果你有能瞬间催眠别人的能力 你会用他来做什么 这个男人催眠别人 让其搞自杀是恐怖袭击 炸死三个社团的化石人 更是控制整个帮派的人 让他们未来五天死守大楼 谁进来杀谁 而后让一人留下 接着扯下脸上的人皮面具表示 将你的脸给我 这时正好有三个杀手来到大楼下 他们要去摘取医生那高达一千二百万的脑袋 刚进大楼就开枪恐吓 看着蹲在地上不敢动他们的人 遗人示意要不直接杀了省事 就在这时众人脑海直入的催眠指令丧尸处罚 真的就像丧尸一样不顾生死 将三个杀手分食了 十分钟后 再次有杀手来到这里 他是旁贝酒庄所属杀手狼母酒 被黑寡妇拒接邀请的他独自上了楼 很快找到了医生的办公室 见到一人坐在椅子上就开枪秃秃 而后走进却发现 是个没了脸皮的人 这时桌子上的录音器响起 我要你杀死所有踏入这栋建筑物的外来者 随着话音落下狼母酒瞬间被催眠 Yes I do 这时又有杀手来了 是亚洲排名第三的杀手 李如意 当他看到形势走肉的众人 不由冷汗直流 这是拍恐怖片吗 而听到他的声音 众丧师纷纷朝他冲去 片刻后 他百无聊赖的在前台打电话 让他在杀手工会的专属客服查查 红龙会这三个月的全部资料 雇佣兵也来到了这栋大楼 他们是受雇于码头门的佣兵团 北越之狼 很快他们便将锁在楼层清理完毕 然而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 他们全部倒了 只见被催眠的狼母酒跟医生报道 目标已清除 而这爆炸彻底惹怒了香港警方 派出飞虎队前往镇压 而得知飞虎队行动的向上几人也行动了 因为他们打算混入其中行动 随着队长示意行动 向上几人便跟在他们后面 而刚进大门 他们就看到满地的尸体 此时监控室内 换了脸的医生得意道 你果然来了 82号 这时狼母酒拖着佣兵头领进来 见此医生表示做得不错 等下你带两组丧尸去一楼 给我们的客人一点惊喜 而此时飞虎队通过检查尸体发现 他们现在不仅要留意大楼里面的杀手 还要提防伪装成平民的丧尸 这时有电梯到达一楼 从中冲出一群发狂的人 见状队长让打驱干 留两个火口 很快就将他们见面 却见电梯里还有一个捆绑着的人 因此队长让两人进去看看 而这一圈都被狼母酒看在眼里 在他们抬出人员的时候 引爆了电梯上面的炸弹 看着这惨状 队长暴怒 此时另一电梯门也缓缓打开 里面赫然又是一对丧尸 这个男人将整栋大楼的人催眠成丧尸 玩起了末日游戏 此时飞虎队来到这栋大楼镇压 但开局就被设计损失两个队友 这让队长暴怒 对于另一个电梯出来的丧尸 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运 而狼母酒看着不打算留活口的飞虎队 吩咐身边几个身上捆绑炸药的人 让他们待会假扮成人质球员 然后找机会自爆 片刻后 在飞虎队清理完丧尸时 几人便颤颤微微走出去 在飞虎队拿枪指着他们的时候 更是哭爹喊娘求救命 但其中一人突然被爆头 而开枪之人正是向上 只见他道 再往前 这就是你们两个的下场 闻此剩下的二人不顾生死 直接往人群里冲 却也只是多消耗了两颗子弹而已 而看到这一幕的队长 瞬间冲到向上面前揪着他的衣领 质问他为什么杀了人质 然而听到向上说他们根本不是人质后 便反映过来这根本不是他的病 这时向上将头套摘下 也让哈利几人一起 随后笑嘻嘻和队长打招呼 表示他们几个无害 而且刚刚还救过你们的命是不是 你们来到这里以前 应该看过养合医院的恐怖袭击案的录像了吧 刚刚击毙的假人质 就是红龙会的人肉炸弹 我们是受雇于某社团的职业杀手 工作就是处理掉红龙会的当家 就立场而言 和你们是一致的 作为合作的发起者 我可以将目标的相关情报共享给你们 队长沉思了下就同意了 接着双方便共享起情报来 而后根据现状要来军用热成像瘾 烟雾弹 手雷 催泪瓦斯 这样便能提前发现隐藏的人肉炸弹 而这一切都被狼母九汇报给了医生 医生便吩咐身旁站着低势兵长 让他领着丧尸和枪手死守三楼 而此时 和飞虎队分开的向上小队来到了二楼 通过热成像一发现前面房间隐藏的人 便从窗户往里扔了烟雾弹和瓦斯 结果不言而喻 随后向上便审问他们 但他们却是一问三不知 对此只能送他们两颗子弹 这时飞虎队正想上三楼 当通过热成像一发现一批人往他们冲来 队长便吩咐准备迎战 接触战很快打响 然而对方却通过丧尸搭墙掩护下 几个捆绑着炸药的人跃入了飞虎队中 猛烈的爆炸让整个大楼都晃动了两下 飞虎队全灭 而感知到这爆炸的杀手都往这边走 很快几大杀手便碰面了 分别有亚洲第三的李如一 第九的黑白 欧洲第七的加百列 刚见面几人就切磋起来 却被一人打断了 来人赫然是被控制的狼母九 只见他掏出手机表示 我这边刚刚收到有关于目标的新情报 你们要不要看 这个心理医生是个疯子 通过广播催眠整栋大楼的人自相残杀 好在向上等人及时捂住耳朵才没被催眠 片刻后 向上看着手机的录音翻译才知道 逼声说从现在起 他会在广播室停留48小时 想找他就活到最后吧 这是向上灵光一闪 他知道医生的目的了 逼迫四大社团对他发出天价悬赏 宁顶尖杀手入局 趁机催眠将高端战力收入麾下 真是好算计 只是他想不通 有完全催眠这么好用的能力 为什么还要收集战力呢 这时哈利给出了答案 因为他的仇家是集成会 集成会和赛博一样 都是实验室幕后的金主 就算是008 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与之对抗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正在打电话的医生就感知到向上的到来 看着变了张脸的医生 向上表示我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上次见面你不长这样的啊 却听医生问他知道多少 变道全部 包括实验室008号实验体 只是有一点他不理解 为什么医生会隐藏身份 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接触他 难道是因为他将开局地点选在香港的缘故 担心他的行为 会破坏医生对集成会的布局吗 文此医生表示这是一部分 你应该知道举办方是由12个 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权力 财富和暴力的大型势力所组成的隐秘联盟 赛博和集成会都是其中一员 以我们实验体的特殊性 只要给足时间 在举办方反应过来以前断旗一指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举办方的可怕之处 在于他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力量 12个席位 只要有半数人在 那他的运行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问题来了 就算我干掉了集成会 你干掉了赛博 举办方事后还是会找到新的集成会 新的赛博来补充 我们的行为毫无意义 不止如此 后面还要面对重整旗鼓的举办方的联合绞杀 这时却听向上询问有何办法破解 见此一生是一友 但不能告诉你 这是关我和我的盟友在香港的计划 我之所以通过假身份主动接触你 一是通过芯片能力 确保你的计划不会影响到我们 二是想要知道 你走上了哪条路 见向上一脸疑惑 变到这个问题 哈利可以为你解答 好了 你该回去了 我在一楼大厅为你准备了奖品 文词被催眠的向上便走了 片刻后 逼人走向医生 082号实验体在地下四楼的体 并没有打动008号和他的盟友们 但008号并不排斥有能力者对举办方发起攻势 因为这有助于024号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经过一番讨论 他们决定维持原案 前往香港 展开对举办方的加盟成员集成会的布局 集成会是隐秘联盟举办方的12个加盟成员中 实力较弱的一个 但是 同样选择香港作为开局地点的082号 可能会导致024号无法完成对集成会的布局 为了确保布局顺利实施 008号决定暗中接触082号 好在 实验体滥用会患上较为严重的多重人格障碍症 能够帮助008号较为快速地找到082号 008号通过知名心理医生梅瑟尔臣这个假身份 守株待兔等到了目标 依靠一级芯片心理医生的力量 008号在082号的脑内植入了自身对赛博的计划延后 无条件配合008号的对集成会的计划 截止到8月21日凌晨 一切顺利 008号和他的盟友们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 削弱香港的黑道力量 收集亚洲杀手界的高手 今夜过后 008号和他的盟友们将再次潜伏 等待集成责人主动开启集成会 对香港四大社团的边境战争 而082号实验体向上 也将继续他的旅程 前往澳门收集财富 权力和暴力中的权力 在他者的见证下 我记录这段事 未有一漏 未曾篡改 而后就见来人松了一口气 他就是024号实验体 以及芯片史官的使用者 此时他表示 就这样方向上离开真的好吗 作为杀手芯片的持有者 他可以提供不少的助力 文言医生知道没那个必要 他还有潜力可挖 而且 他还是041号的玩具 我们犯不上为了一个杀手芯片 去得罪克格伯燕子的持有者 最后 败者为扣跟到这里算是完事了 后续大家可以前往正版网站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